今天我們的跟大家報告 我們今天的確定病例 那本土病例是15例 那境外移入有33例 那落地採檢9例 那居家檢疫採檢24例 那這個本土 病例裡面15例 有9例 都是在我們在居隔裡面 那陰轉陽的 換起來直接對社會有影響的是6例 那至於在這兩天的境外 這一入有在落地採檢 都逐漸比較少 那昨天這9例 其實我們昨天驗的是蠻多的 999人 將近1000人 那只有9例 那0.9% 那進來的落地採檢稍微比較少 但是進來的 在居家檢疫 在前一段時間高高峰的時候 進來的人比較多 所以相對在居家檢疫的進來也會比較多 在居家檢疫被驗出會比較多 在解割的時候要驗的 那今天早上有5班進來 4班 總會驗了3班 3班驗了108人 108人 那到現在還沒有驗出的 那本土的15個案例 裡面 這裏面在宜蘭抹飯店 宜蘭抹飯店 大概18703 在這前兩天跟大家 昨天跟大家報告過 他在1月16號17號有在這個飯店裡面住過 然後回高雄之後 然後發病確診 那家裡兩個小孩跟他都確診 那前 昨天也包括一個台南的友人 到他家裡面去 他 那也確診 那今天他這邊又多了 三個 那三個都跟這個 18703相對有關 一個是他的小孩 18749 他的幼兒園的接觸者 他幼兒園也當然都是匡列採檢 他有採出一位是18771 那至於他還有再有兩個朋友 應該是夫妻 到他家裡面做客 那在採檢 那也是 是陽性 那所以在這裡面就有三位 是對社區還沒有這個 就是說其他還沒有匡列 那目前還是有影響要持續注意的三例 那另外在這個 桃園裡面就是大家知道的 我們這個前渡餐廳跟那個 貝加兒 加 加 加貝爾 加貝爾幼兒園這樣串聯起來 幾個案例 然後今天有多了 目前有多了三個案例 那三個案例都從幼兒園的家人 那有三位 因為大家也知道幼兒園相對的小朋友 比較小 所以進去醫院在隔離的時候 在隔離治療的時候需要人陪 那這三位都是他的家 家人 那進去的時候當然都是驗嬰 但是在陪病過程在這段時間也有症狀 那也變成採陽 這三位是在我們這個 等於是在管控之間的案例 那至於在這裡面有一位 在搭18677 那前一段時間他也是沒有辦法看到他的一個 連接性 後來我們知道就是說他有到這個18634 大家知道說18634從18631 就是在 幼兒園的 的阿嬤 那有到餐廳裡面有足跡重疊吃飯 然後衍生到一家人 然後到這幼兒園 這樣的關聯性 那他家裡面的18634 有從事這個相對的一個 美甲的業務 那是18677 就有跟他的女友到這邊去 去做相關 就是說接受服務了 然後他在那個時候都一直找不到 不過我們現在就一個是他的一個 到他的工作室 這樣的一個有接觸 就跟18634這確診的有接觸 那剛剛今天還沒有列入我們的案例 大家要只好列到明天才剛剛我下來 時候 才來報就是說 他是跟他這個18677是跟他女朋友 一起去的 然後本來女朋友沒有 那現在女朋友 還沒有驗完 女朋友現在驗出來 是陽性 所以大概大概是 應該是很明確 是跟18634這樣的一個接觸者的傳染 加上18677 1867他的工作場域 跟他其他的親密者的一個接觸者 的一個 怎麼講的一個檢驗 都是陰性 也驗了 500多人 工作場所 所以相對這個連結起來 那也在屬於 我們比較 可瞭解的範圍 那當然 未來這個還要持續的看他的基因的定序 怎麼樣 然後在這個左上角 左上角 這幾這幾位 漸漸也可以看到這三位 左邊的三位 那我們現在看到他跟18 154 就是也是一樣前都裡面最早那時候 我們也找不到感染源的 有一個 母女 然後他媽媽有大難市場的足 足跡 然後現在在外面的這個18709 他有大難市場的足跡的重疊 所以這要進一步的 再去把它查證清除來 不過這幾個 比較擔心的現在看起來好像都有一些 相相關性的連結 然後在龍潭這個餐廳之後我們的定序出來 那還是跟我們最早的 最最早的這個基因的訓略 也是一樣的 桃園這個基因的序 這序列是同一套的 那裡面 大概是比較在昨天有幾個 我們需要去去釐清的 那我們等一下請這個這個羅夫 跟我們說說說說明一下 這幾個巴德的 另外在雅旭的部分又驗出四位 不過這四位都是在隔離中 都在基建 在基建所裡面隔離 然後被驗出來也是陰轉陽的部分 那這個雅旭或是遠雄自貿港的整體 現在處理的情況 我們等一下也請那個執行長跟大家做報告 那高雄港 高雄港的部分 今天增加了三例 那那三例的來源都很清楚 高雄港這整體來講 在高雄的疫調做的算是很迅速 所以它的關聯性都有 那其中有兩位 18800跟18772 這兩位都是在 都是一個是應該說大家講 加盛工程行 那裡面的員工 那本來就已經匡列起來了 然後18000 他是跟這個18307的家人 這些也本來用親密接觸者 就匡列的 所以這兩個都是在匡列中 匡列隔離中 那陰轉陽 那只有一位18775 是18352 他們的一個鄰居 那被採驗出來是陽性 那這個持續 還要再來觀察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是請先請羅副 先把那幾個 昨天比較未知的跟大家再 說明一下 好 那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昨天的手版我們感染源代理清部分是列在 那個銀行跟吸體的那一張 那那個地方的圈圈比較小 那因為大概銀行跟吸體的部分 都陸續已經解隔 採檢陰性 所以那張手版預期大概不會再有這個額外新增的個案 我們就把它移到這個跟這個1851是同餐廳這裡來 放大比較容易看得清楚 昨天其實是有七個這樣的一個零星個案或有家庭群聚列在那邊 那大家看到今天就是有四個昨天原來列在 應該說有有有四個原來列在那邊的個案被移走 然後四個事件 那今天有新增一家人 就18780跟18781 那這是一對夫妻 那大家應該也從這個地方的報導看到說他們是在這個大同公司上班 一位是在公公司內另外一位是註點到桃園市政府 那這兩位其中一位是先因為有症狀的關係去 就醫採檢 確診之後 那先生也跟著去做採檢 那也也後續確診 那因為這兩位新確診的關係 所以也匡列了他們周圍的這個 相關的人員來做採檢 同處家人總共有三位 檢驗都是陰性 那另外兩位的職場這邊總共有21位被列為是密切接觸者 目前已經有10人檢驗是陰性 還有11人正在檢驗當中 所以這部分 目前就他們的密切接觸者的 匡列跟採檢目前都在進行中 那當然針對 市府裡面市府這邊也有針對 市府相關的接觸者以及整個市府裡頭的員工 會進行一個普篩的情形 那這部分會在有桃園這邊來說明 那他們的感染源目前還在調查當中 所以我們目前先把他們列在這個感染源帶釐清的部分 那至於就是說 昨天本來有列在這邊的個案的 的去向 我們把他寫在這個下面的這個文字的部分 其實這裏面有 三個事件都已經被移到我們剛剛那個 前都 諾貝爾 對不起 被加加貝爾幼兒園那張圖裡面 包括就是說1855相關的家人總共有三位 那這三位 第一部分是1855的定序出來已經是紅圈圈 就是跟我們淘機的整個序列是相同的 那另外就是剛剛部長提到他們當中有家人的足跡 有大男市場 目前初步懷疑可能跟這個另外一個 前都用餐的個案的足跡也許有一些相關聯 還需要後續再 釐清 那另外18677 剛剛有說明過這位帶著女友去美甲市的這一位 那他也被移到那個 這個關聯圖 另外一張關聯圖上 還有一位是18758 這個是 他有這個市場工作 他是一個 巴德市場的這個攤販 那因為他的足跡也有跟 這個 這個幼兒園相關的家長的這個足跡是重疊的 所以我們也把他移到另外一張去 他也是因為市場通知就是說有這個足跡 有到過這個部分 所以去進行社區採檢站的採檢而確診的 所以目前有幾案都有一些疫調初步的關聯 新聞把他改列到另外一張關聯圖上 昨天還有一案是本來就懷疑是舊案的部分 是一個 印度籍的一位 男性 在桃園這邊安18752 他經過我們的二彩 那檢驗已經 CT值原來是30多 那後來已經降到是 呈現陰性了 另外檢驗抗體的結果是 N抗體陽性 所以 綜合研判為一個舊案 所以這個就從我們這個個案原代理性的部分 給移除 所以目前就是剩下 四個事件 其中有一個事件是一家人 所以 有三個個案加一家人 總共四個這個代理清的這個感染源的個案 還需要再持續疫調 那這四個個案裡頭 目前這個18183 他事實上已經經過 四彩 後面三次的PCR都是陰性 那N抗體陰轉陽 所以研判是一個感染時間比較久一點的個案 目前對社會社區的這個 影響應該是非常小 還在 這一個 追蹤要到2月4號期滿 如果沒有新的這個接觸者有 發病的話就可以結案 那另外18687跟18757這兩案 都是比較新的這個個案 那他們的這個疫調都還在進行中 如果有更新的話會再跟大家做報告 以上 我們謝謝羅夫 那另外有關於這個遠雄的前進指揮所 那我們是請我們執行長來做報告 那遠雄自貿港前進指揮所這邊報告一下這個工作的狀況 那麼這個遠雄自貿港的部分 1月21號時候我是親自跟 三位北區管制中心的人員前往這個 亞序電腦 那去實際的這個看他的這個 整個場地的狀況 那後來因為確診人數眾多那1月22號封指揮中心指示 成立前進指揮所 到今天是第8天 那麼遠雄自貿港他本身他造冊的這個人員有6773位 那每天大概有 將近1萬人在進場工作 包括外部的人員 那這一次發生問題的是在這個加職員區 那加職員區的整個工作的人員大概是2900位 分成這個32家公司 那其中呢 這裡面還含有這個772位的移工 那這些移工他分屬6家公司 那住在不同的包括遠雄宿舍的10個地方 外面還有9個地方 那所以管理起來複雜度也比較高一點 那麼整個說起來目前總確診的人數是119人 那其中包括本國籍的是36人 一共是83人 那麼 做一個初步的總結是 我們也曾經對這個加職員區之外的園區的地方 做了3700人的這個採檢 那目前都是陰性 那所以 這個外圍 加職員區外圍的部分 其他的廠區看起來是目前是風險比較小 第二個是說近5天來 共有20個確診 從1月25號到現在20個確診新的 那這些人都是在隔離當中 那顯示我們現在隔離的範圍 應該目前看起來還是夠的 那麼第三個是 在1月25號二採之後的確診 都是發生在雅序公司 那所以這個 也可以顯示說現在這個 風險最高的還是在雅序公司本身 那也可以想說我們兩位 到西提用餐的這個 雅序的移工 雖然時間比較久了 但是目前 他的這個感染的感染鏈 還是限制在我們的雅序為大部分 那麼 這整個案子目前總共匡列居家隔離966位 那我們明天也會做這個PCR的三採 是針對雅序公司 他台籍的員工 目前沒有居隔的台籍員工 還有在園區工作的沒有居隔的移工 那明天都會進行這個PCR的三採 總共有500造冊508位 那其他的人呢 那就用家用快篩 繼續來篩檢 那在公司 各公司工作的狀況方面 那這32家公司除了雅序公司 繼續停工以外 那其他的公司 已經都有條件的這個停工 那他的條件就是他必須 把這個造冊的人員都檢驗完 第二就是說 他在1月25號的二採 必須是陰性 1月27號的這個快篩 也必須全部都是陰性 那目前其他的廠家都達到這個條件 那並且他可以配合我們這個 加強的這個防疫的這個相關作為 那麼 因為我們先前去看過他的這個場地 上班的場地 這個防疫的 這個很多作為是需要再加強的 那 所以我們跟遠雄公司 也去到現場 針對他的這個用餐 休息的這個空間 還有這個動梯動線電梯 那這個相關的傾銷的工作 還有這個健康監測 那當然也希望他們能夠配合這個後續的這個篩檢 在這些 這些作為上面的都有做一些改善 那我們前進指揮所也會持續監督 進行相關的工作 以上報告 好謝謝 我們在 遠雄 謝謝那個支援長 這樣現在看起來這個整體來講 是稍微在收斂中 所以也逐步的在復工 那雅序仍然是我們高度關懷的一個地點 那我們在社區監測 大家也知道我們從8月底8月30號以後我們就 做了一些相關五大的社區監測 那現在在社區監測的定點發放這個快篩的總共有247家的診所參與 那總共快篩發育了17834幾 那其中有一位是檢測是陽性 後來經過PCR確診是陽性 那整體在社區的監測裡面 並沒有是大量的一個社區的一個 隱形的傳播了 然後第二次在國際獎就是港部 健康監測 那經過健康監測也都是有發現的 PCR 在國際上